畫面上是安樂區模範父親及好人好事代表表揚活動 在安樂區公所熱鬧舉行 在進行頒獎表揚前 安樂區的里長們獻花給謝國良市長跟安樂區長簡易哲 共同祝賀所有爸爸們父親節快樂 父親節快樂 最辛苦的爸爸們 您是最棒 對我們基隆市所有的楷模 所以今天能夠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來跟大家恭賀 實在是我們的榮幸 所以在這邊 我們還是祝賀所有的爸爸們 都身體健康 因為你的身體的狀況 良好健康 是家裡最重要的一個幸福 的一個支柱 那也感謝我們所有的好人好事代表 我看到我們平常是民意代表在座的沈亦傳議員主任 今天是模範附近 不錯啦 掌聲給您所有的爸爸們鼓勵 而且謝謝我們所有的好人好事代表 感謝里長 謝謝 這是我大女兒 這是我孫子 兒子沈偉德 這個我的孫子 這個我的小女兒 這個也是孫子 這個是我老婆 今天很感謝氣功所給我這個機會 這個模範附近的表揚能夠來參與 感恩跟感謝 也祝福今天所有的88節 大家都快樂 感恩 謝謝大家 這個模範父親及好人好事代表表揚典禮上 有許多貴賓也到場祝賀 包括國民黨立委參選人林沛祥 與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 安樂區的市議員鄭凱琳 洪森永 余三發 秦真 吳華家等 以及各里的里長們都齐聚一堂 為活動增添光彩 記者黃正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好